美中贸易战还有科技战打得没完没了 会不会搞到后来中美这两个大国都是双输 反而是拥有众多优势的印度 趁势崛起变成了超级大国 并坐收渔翁之力呢 在今天的大世界话题当中 我们就要带大家一块来探讨 好 首先我们带您看到的是中国面临的危机 习近平他可说是内外交迫 为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看香港反送中运动 居然会演变成百万人上届的抗争行动 那这一点习近平当初应该是没有料想到的 修例事件怎么会成为他掌权以来最大的危机呢 尤其这个事件还延烧了一周 虽然说身为后台老板 北京他一声不吭 不过最后呢还是得让步 因为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15号就有宣布 要暂缓修订这个条例 那么纽约时报就分析 这是习近平掌权以来 第一次在单一政治上 做了一个最大的让步 不过呢尽管有宣布要暂缓 但隔天还是有200万港人上街 所以学者认为说 这是中共使出的缓兵之计 恐怕也是害怕香港的抗议行动 之后会在中国大陆引发一个回响 那至于第二点我们看到的是外交的部分 外交层面美中贸易谈判 现在已经陷入一个僵局了 所以习近平会不会跑去跟北韩结盟呢 因为就在6月20号这一天 他将访问北韩金正恩 好那以前其实都是北韩领导人到中国来访问 习近平是14年来 第一个到北韩去访问的中共最高领导人 所以有学者就认为说 他可能会借着这个机会 组一个抗美组的复仇者联盟 是不是要企图说动北韩非核化 然后增加可以跟华府谈判的筹码呢 最后是经济层面 习近平的一带一路构想 是放眼到2049年 要成为世界的霸权 但是根据数据显示 中国在去年的国际收支 已经出现700亿美金的逆差 这也表示说 中国政府已经越来越没有钱去进行投资了 所以华府的智库专家就觉得说 这一带一路风光不在 快要奄奄一席 好那我们就来看到 中国虽然想要称霸 但是呢有人是看衰的 这位是华府的智库 智库专家 他说这绝对不可能 不是华府是英国 英国的下议院中国事务顾问 他叫彭朝思 就在金融时报的评论当中 就对中国的这个称霸梦 提出了很强烈的质疑 他点出了几个问题 包括中国有三个障碍 第一个就是债务问题 不管最后呢 是由人民啦 企业或是政府来承担 他说一定都是透过通膨 增税 或者是删减公共支出来化解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人口的问题了 因为中国呢 现在人口已经面临 有老化低生育率 虽然说这十年之内 人口还是会成长 但是呢 因为这个男女比例 实在严重的失衡 所以呢随之而来的 应该会是更巨大的一个 老人以及社会安全照顾成本 好第三个 水资源危机 这也是他认为 最严重的一个障碍 因为中国有八成 可以运用的水资源 几乎都是在南方 但是华北 华北地区的人口 农业工业都占了 大概中国的四成左右 所以说南水北调啦 或者是说海水淡化 这些恐怕都解决不了 水资源缺乏的问题 他也认为这会严重 拖垮中国的经济 香港百万人上街 凸显中共面临执政危机 除了政权上的排斥 多数港人不愿认同中国 毕竟香港受到英国殖民影响 大约半数人口完全说英文 粤语则是将近九成 除了文化层面的区隔 经济也是一大原因 只是中国不断以同化 和整合的方式 让香港经济遭到削弱 如今港人大反扑 点出了中共崛起背后的问题 专家也指出 一带一路恐怕也是 中国经济成长的一大障碍 我们欢迎多边和各国金融机构 参与共建一带一路 投融资 中国借着一带一路 触角在全球持续扩张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今年却开始鼓励 第三方市场和机构 投入更多资金 合理设置投融资的结构 有效管控风险 专家分析 中国似乎想借由第三方 一方面撇清被投资国的 债务陷阱问题 另一方面则是暴露了 中国国库的钱 好像开始不够用 虽然近三年 马来西亚使用人民币的普及率 成长率高达五倍 俄罗斯成长幅度也有56% 泰国则是50% 但根据数据显示 中国2018年的国际收支 已经出现700亿美元逆差 反映中国政府似乎越来越没钱 投资各种项目和计划 五年多来 一带一路参与国 不少政府已经深陷债务泥造 中国只能自掏腰包 持续往无底洞投钱 让中国经济放缓 如今又和全球第一强权的美国 展开贸易战 因此拉拢朋友就显得更重要 六月初习近平才刚和俄罗斯总统普丁相见欢 接着又赶着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面 宛如准备组队对抗美国势力 似乎也能让中国国力不至于消耗太多 尽管习近平总是强调中国不搞扩张 但随着中共军事预算逐年上升 5G网络和技术也渐渐引领全球 但随着近期不断碰壁的中国 要走向世界第一强权的地位 似乎还有一大段路 三立行文人承担不高 好 但是想要成为超级大国 我们就先带您来看看 想要比一比 因为现在中国其实还面临 有另外一个威胁就是印度 我们先来看看领土的部分 在印度的领土 其实大概是中国的三分之一左右 不过人口数量却是差不多的 甚至今天在联合国有个最新的统计说 印度的人口数量 即将会在十年内就超越中国 所以这人口数量 马上就会变成世界第一大 那再来是政党的数量 政党数在印度 目前看到有登记的是2293个 是非常零碎 而且是政党零利的一个国家 至于在中共的部分 中国就是一党独大 共产党 虽然说还有其他的在野党 不过基本上呢 所有的掌权都是在共产党的手中 好 军事排名的话 在印度的话排名第四 那么中国的话是世界第三 至于在GDP今年预估成长 印度会成长到6.6% 那么在中国的话是6.2% 好 不过我们看完了 这两国比一比之后呢 马上就要再带您来看到 印度到底有哪一些些的趋势呢 其实呢 有野心的印度 他们这几个优势 对他们来说都是 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威胁 怎么说呢 因为第一个人口数量 2024年即将要取代中国 成为第一名 再加上呢 中国他们的包括水路啊 河道啊 也都是非常非常的完善的 再加上耕电面积也很广阔 所以呢 对于印度来说 人口的问题 还有在耕电面积的问题 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 这都是没有问题的 还有科技与人才 因为我们看到了 其实在印度呢 他们有非常多的人会讲英文 这或许是因为当初殖民地的影响 所以呢 对于语言来说 这是一大优势 再来就是近年类 他们的生产 包括生物制药 还有电信产业 这些部分也都逐年崛起 那么再来就是军事实力 刚刚有说到了 他们是世界排名第四的 但是对于印度来说 他们有一个很深层 很深层的压力来源 就是种姓制度 恐怕会阻碍印度的发展 因为呢 这种姓制度会让他们 很多的低层人民 是没有办法去接受教育的 再加上说 可能他们会觉得说 我天生就是这样子 就是在低层的人民 所以比较不懂得向上争取 少了这股狼性 也会拖垮印度往上的一个 成长的一个速度 所以说现在有专家认为说 虽然印度拥有许多的优势 不过种姓制度 恐怕还是没有办法 让他们脱离困境 保莱坞经常推出 快支人口越线片 反映出印度电影产业 已经是全球顶尖 除了软实力以外 印度强大优势 还有全国人口数量 2025年之后将超越中国 坐上世界第一宝座 等同庞大的劳动力 有机会撑起 印度经济成为超级强权 加上过去英国的殖民 让印度的英语实力成了一大武器 各种产业尤其先进科技 庞大人才市场 起到了印度经济成长 关键的作用 自2002到2017年 印度GDP从5000亿美元 三级跳到2兆多美金 经济成长率傲视各国 不过最近却传出 印度的经济数字 政府居然有灌水之险 印度经济年年高度成长 2018年却被过度高估 让外界质疑 印度是否开始碰到瓶颈 专家指出 一年多来的美中贸易战 或许就是一大原因 印度总理莫迪 日前才和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见面 可以看出印度也必须向 中国靠拢替自己进出口的 关税损失大力直显 专家指出 印度人口密度过高 以及固有的种姓制度 或许才是当权当务之急 因为种姓制度 加上两性平权意识相对低落 性侵案件平权 因此印度要成为超级强权 要如何克服国内各种社会问题 或许才是印度未来最大课题